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知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跟大家来聊一聊房东神器 云端来租屋 我觉得科技日新月异 连我自己都觉得 真的是蛮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而且还有一件更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录音间蛮开心的 因为看到孕妇走近 先换一下我们金箍棒 智慧物业管理的创办人 田志娟 Joina Joina你好 哈喽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那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都觉得好神奇 就是说更没有听过什么叫房东神器 待会跟大家聊一聊 不过你自己对不动产是有兴趣的吗 对因为我应该从大学吧 因为我们当时叫地震系 土地行政 我知道啊地震系 有很多的房地产专家都要是地震系 然后就处理一些都市计划这相关的 所以从本身就是本科系的 然后那自己也是不动产经纪人 那所以说一路以来后来 那你当那个不是很好赚吗 当时就是因为呢很多投资人都希望我们把它买卖房子 那当时我也帮国内做商用不动产 后来呢又做海外房地产 就是当时是在外商公司第一太平戴维斯 所以协助了很多的台湾投资人做海外的布局 包含伦敦日本东南亚还有纽西亚和澳洲 那也因为这样呢就是确实commission是比较好赚 agency 不过呢也有责任也比较大 因为帮大家投资那么多房之后 投资人就说那Joanna可不可以请你帮我管好这个房子 对不然哪有办法去那个收房租啊 是啊是啊 对所以说租房就是我们叫租房管理 就是一定是投资过后的投后管理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细节的 然后而且当你的房源分散的时候 这件事情是非常心累的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有太多的recent possibility 对每年要成交30亿台币类像这样的 协助这些投资人的布局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的责任很大 那如果房子没管好 他明年就不想跟你做生意了 所以也因为 他也不会再介绍客人来了 就不会想再买第二套 他觉得你帮我帮日本房子 或说东南亚房子那么累 那我以后不想买了 累像这样 其实这是一些创业的契机 所以我们才说 我这个投资基金都有投后管理系统 那房地产没有投后管理系统吗 对是这样子考量 不过投后像这种 比较是像这个 后收啦 维护这样的一个费用的话 但管理财是很好赚的 但也有很多辛苦的地方吧 没错 可能还要报税还要干嘛的 对 主持人这边讲的特别重要 就是很了解我们这个产业 因为其实房地产这边 它尤其在说就所谓的物业管理 或说租房管理 它其实很多细节包含你租客的筛选 然后会不会有违约金 对 提前减约 关于收不到钱怎么办 然后还有就是修缮的议题 那修缮是五花八门的嘛 有时候乐水器啊 所以国外也会找房东啊 是 所以他们大部分都会找物管公司 那我这边举例来讲好了 像我们因为我做这么多国家的买卖 像日本跟欧美是很成熟的 所以大部分都会有专业 我们叫企业化管理 就是包租代管的公司在管理 它很少 尤其在日本租房子 很少遇到房东本人 他们很在意隐私 对然后很少遇到房东本人 所以这个时候都是找物管公司在处理 那物管公司意思就是 因为B端在管理的话 就是帮你专业化 那这个其实我们观察到一件事情 台湾自从2017年开始推动租赁专法之后 其实陆陆续续再往这个轨道上走 所以最近会听到很多包租代管业者啊 还有租赁专法啊 还有租金补贴啊 然后房东的修缮补贴啊 这是政府的政策 想要把房地产这一块 除了以前知道的买卖 已经做实价登陆 我们再往下做 租赁管理这一块市场 租赁管理要管理好 不然碰到那种恶房东 你说怎么办啊 因为租客都是很弱势的 对 因为在这个市场当中 我相信可能各位听众朋友都很熟悉 就是前阵子刚就是有被 就是有神之义法 就是那个恶房东 很坏的房东 就是张小姐本人 对对对 很坏真的很坏 对像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因为资讯不对称 还有你的制度上 如果没有够完整健全的话 那现在的话 现在政策已经在协助推动这个part的话 其实你去找合法专业的 包租代管业公司的话 license的公司的话 其实你可以避免到很多 像这样的一些状况 尤其是对年轻人即将下学期 要毕业季之后 这个要特别注意 对就是说收得到房租 还要负责一些管理跟维护 还有呢你要在海外的所得税 还要再帮你报一下 所以这个钱其实也是真的是蛮辛苦的 不过在世界各国这么多国家当中 台湾人最喜欢买哪里 好那我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台湾买日本的比例很高 很高 跟其他国家比哦 那我分享一下 我之前做英国市场的时候 买英国市场最多比例是香港 香港在新加坡 每个国情不太一样 因为你香港很多人 他其实会到英国去念书啦 对所以他每个国情不太一样 所以台湾在买日本的比例 金额比例是高的 那当然在台湾还有像东南亚也会有 因为东南亚本身 房地产的基期比较低 所以大家买的量挺大 其实都有 有一些海外房地产的资产 会背上就是每一个投资人 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 还有一些不管是家人啊 就学啊或就业一些背光 这个都存在 对啦每个人考量不一样 可能小孩在那边念书 我就顺便买一个房子 这个父爸爸父妈妈还其实蛮多 对因为他们有时候买了房之后 那个学费都被赚回来了 真的啦真的啦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很好玩 他去泰国玩了一趟以后 他就说我顺便买了一间房 我说你们有钱的思维 真的跟我们不太一样的 但有些人他是为了要收一些租金 就有一些投报率的 对没错那像我们公司的系统 像租房管理系统 如果在台湾看你会觉得 好像就是包租代管业 他们在管很多租客 实际上我们有一部分 我们公司从2018年成年到现在 大概三四年 那我们有一大部分 其实是东南亚的仲介公司 跟当地的建设公司用 那为什么呢 建设公司 因为他们也是有大量的房源 然后其实就是有很多 像这样的投资人 去曼谷顺便买了一套房 然后但是他又不住在当地 所以说呢 就是会用当地的仲介公司 把他管好房 找租客 收租金 然后支出管理费这些 那我们系统就是协助 他这一块的数据化 然后可以直接做远端的 report给他的这个海外投资人 那这样的话呢 这海外投资人就更放心 对啊 你看之前如果说 大家没有疫情的时候 飞来飞去 还可以看看我海外的资产 对不对 你现在受到疫情的影响 谁有办法去看啊 你只要钱能够进来就好了 我觉得这是关键的 那我们大概对于这种 房东神器跟云端的租 有基本的概念了 那刚刚你走进来 那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是你的创业 而且应该是夫妻创业 看看 因为我刚看到 有人在伺候太后娘娘进来 怀孕以后很像太后娘娘 夫妻创业很辛苦的 我们待会来聊一聊 不过老公可以不用听 他可以去上厕所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Joina来聊一聊 不过取名叫金箍棒 是不是这个如来佛 我只要念一念 对不对 然后就可以收紧你的那个金箍棒了 可以帮你的房东 做远端的管理 对确实我们当初取名的时候 取公司名的时候 也想了还蛮久的 那后来我们定调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就想要说 我们这个软体平台 就是成为房东们管房的金箍棒神器 那原因是因为 是因为管房其实真的 如果有经验的话 其实蛮累的 它其实是个服务业 就是租房管理的话 如果你只是一两间三间的还好 但你要想 大部分客户大概是200间到2000间 对我们大部分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那个 B端就是企业型客户 所以他在管的时候 就是200到2000 类像这样 那像这样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他们其实高度在执行 就是重复性的工作 催款 签合约 点交点退 点退单 类像这样 那这种就是比较符合 像李开复教授讲的 重复性的工作 十年内都值得被机器 去帮你优化 是啊 所以你就创造了平台 不过我更好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们夫妻是怎么创业的 夫妻创业 其实挺辛苦的 说实在的 对对对 真的是 这确实不容易 但是包含我 相信我跟我老公 我们可能原本都没有想到是这样 是吗 对原本没有想到这样 你们都有各自的工作 对我们以前是 就是在外商公司 就是我们 我们叫房地产五大行公司的同事 就是不同部门 对我们是那时候认识的 那他是做豪宅 国内豪宅部 哦 然后我是做海外嘛 就是我刚说海外投资部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 不管发现 我的海外客人 跟你的豪宅客人 人生都很需要管房 那台湾没有这个系统 但当时我在处理 比较多海外的时候 其实北美美国 还有日本 像金箍棒这样的系统 都很成熟 还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我说这个东西 一定要代理回来台湾 但后来因为台湾2000万人市场 对这些大 尤其是北美这种上市公司 他们觉得 要改太多东西了 所以你的系统是可以代理的 对 原本是这样 原本是想要代理别人公司的 但后来发现 他们不愿意 所以OK 那台湾呢 既然是这个软体 这是我们的什么IT大国 所以我们说好 那这个呢 我们就找非常优秀 台湾的软体工程师 对 都非常优秀 硬体工程师都非常优秀 所以我们就OK 那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台湾很需要 那我负责处理的东南亚市场 也很需要 福奇一起创业 说实在的 当然夫妻同心 其力万金 夫妻创业 风险很大 风险很大 期待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宝宝又要出生 你没有考虑 因为可能有共同的共识 就是那个passion 那个passion胜过这一切 觉得这件事情 台湾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台湾你的软体 就是要服务国际市场 然后你有这个能力 然后东南亚有这个缺口 那我们正好是这个产业 我们了解这件事情 我们就做它 我觉得了解产业 是一个关键点 另外一个 我觉得对于合约的能力 还有外文的能力 是的 没错 像要做跨国平台 真的不容易 我们做平台的软体 那时候当时 福奇我们是科技部 TTL 就是加速器这些 TTL还有交通大学 IPS这种加速器 那他们说 你们系统怎么做的 好像比别人久 应该怎么做这么久 那他不知道 其实我们在做的是跨国平台 然后所以多语言 多必别 然后现在合约 我们全部现在都是ready 包含现在都有越南的客户 还有菲律宾的客户 都在running 所以在这个当中的话 确实在我们 我们这个租房管理系统 这个领域 在台湾的competitor 很少人 没有人在跟我们做一样 就跨国系统 是吗 还有多语言 对 even 你可以看我们现在那个 房源媒合平台 最大咖的数字公司 他也没办法去做到跨国 没有英文 哦 连英文都 对 就连 大胆讲啊 你怕什么 不好意思 我就觉得 数字公司就是 他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机会 所以我们做到跨国的平台 所以你看英文能力要好 对 这一定要的 尤其是做跨国 所以像我们的公司 even实习生英文能力都很好 对 所以你看我很赞成 就是真的要提升国内的英文能力 真的 这个真的很重要 大家都会觉得说 现在都有翻译神器了 或者说 现在大家都可以那个 可是没有用啊 你要能够看得懂 你要能够运用啊 而且快速的上手 这很重要 这已经是共通的一个语言了 真的真的 哦 那刚刚讲过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是夫妻两个人 就一起就把工作辞了吗 然后就一起来创业吗 都没有考虑到说 你先辞 我晚点 词 都没有啦 背水一战 破釜成舟 但严格来讲是同一年啦 但当然不是说 那个同一天啦 就不是同一天啦 但还是同一年 所以就是确实就是当 如果说共事跟Fission是很清楚的时候 就是我们就该做这件事情 那你们两个怎么分工呢 实际上像我比较做 像我先生他就做的比较做业务面向 那我这边 我业务面向我会比较面对海外客户 就是我们东南亚的客户 那当然还有说 就在产品的部分 我们所谓的产品就是在讲系统软体的部分 那包含还有我们的技术长 这样子 所以大概会是 就是他是国内的客户 然后我就海外的部分 然后系统的很多的设计 那确实很多也是我在这边跟技术长这边会一起共同研讨这样子 基本上还是就是在他比较负责多一点的业务 你比较后勤跟后端 然后还有一个技术长 那技术长是年轻人吧 对都很年轻 不过如果你生了小孩当妈了以后 大家就会觉得 就不一样 你现在可以说我很年轻 不过夫妻创业 当然一个就是专业的一个分工 会不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很多时候咯 那怎么办呢 你回家就给他白眼 因为他没有听你的话 也不会 其实这个我们会 应该怎么讲就是我们 如果我们两个都有个默契 尽可能说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说 不要造成其他同事们的困扰或是冲突 就这很重要 因为你要知道说 这是一个公司的共识或什么的 所以我们会自己先排一些 我们自己会有一些小默契 就说哪些事情的话 是用谁的决策 或哪些事情是依你的决策 你去handle这样子 那但是回家的话 我们当然会再会沟通 因为这沟通 其实我相信就是不外乎 就是我们会去思考说 他不管是夫妻的相处 还是公司的相处 其实核心就是沟通的一些 技术跟艺术啦 那这个我觉得 不论是不是夫妻创业 even夫妻没有一起创业 就只是单纯的婚姻生活 或什么话 我觉得都是一辈子的修炼 对啦 时时刻刻就是 当你结婚你就要有这种共识 对对 我跟你讲 你现在还好 你跟老公沟通 起码是对等的 人跟人沟通 等到你要跟小孩沟通的时候 哇就跟伴授人沟通 没错没错 这也是我们在拿捏的 就是沟通这件事情 不管是对象是谁 不重要 而是这个技术跟这个能力上面 真的是永远就在提升跟修炼的路上 现在公司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大概18人 蛮多的哦 我们目前在内科 内科这边有一个台北市政府跟宏会建设他们那个BOT案子 在港前捷运站旁边 所以你们也算是一个从育成中心出来的公司 我们现在所在就是那个台北新创基地 就是台湾就算台北最大吧 台湾算最大的 叫T-HOP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鼓励一些就是愿意创业的人 然后我其实蛮鼓励创业的 对创业不管你怎么做 我觉得都是很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而且我觉得唯有创业才能够带动台湾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而且创业不能够只有在台湾 它要能够走到国际上 这是很大的关键 我们待会会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 因为我觉得要管理平台 你刚刚讲有一些技术有一些语文的能力 那其实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也很好奇一点 就是说那你们两个都房地产专家 那你们怎么买房子的 待会我觉得我们就分成两个面向 跟大家来做一个讨论 一个就是如果你是自住的话 那你也会怎么样去选择你喜欢的房子 特别是现在也是一个高房价的一个状态了 那你怎么看待现代的房地产 你鼓不鼓励大家投资 第二个海外 如果你只是投资的话 它其实还是有风险的提醒 汇率的转变 然后还有就是报税的问题 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所以我们待会先休息一下 我们要进一下广告 因为我们是现场的节目 我们就进一下广告 然后我们两点继续回来谈 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孕妇喘一口气 这很辛苦 这种天怀孕真的是蛮辛苦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这里是Radio中的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是金箍棒智慧物业管理创办人 田智娟娟娜 那么她自己快要生了 当然为她的根先生创业 然后一直很努力的 我也希望她能够创业非常非常的一个成功 不过谈到创业的历程 对房地产是很了解的 所以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也很想听听你的分析 也就是房地产市场如果是要自用的话 你会做怎么样的选择 那如果投资的话 你会做怎么样的选择 那你在台湾你住哪里 你当时是怎么样买到房子的 OK 好 我先讲到 我们在台湾在我家人好了 就是娘家这边 他们目前是住林口 所以当时买的时候是蛮早的 所以如果你要想象林口那时候 大概是2005年 07年吧 那时候林口走过去的时候 大家都黑色的房子都没人住的 但因为我自己是念都市计划 所以当时我还是念大学 然后就知道说这是有都市重划 所以也知道整个政策相关因素什么的 所以就说好那我们就先买这边 后来你会发现其实最主要 我就先回答刚刚提的第一个议题 就是说我们在看 这个是自用的时候 就是说包含在选房地产的时候 我们是看政策交通还有商圈 就这三个 然后这三个议题呢 其实我想回答第二个问题 就是呢 其实在投资的时候 我同样是看这三个 但是自用跟投资呢 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就是在选 我们房地产我们叫它产品了 就是上次你在选房型的时候 还有因为你房型的时候 你自用的时候你得考量你自己家人 还有家族的规划 但你投资的时候考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 包含你的面向或采观都不一样 因为你投资的时候你要思考说 那领口的话 假如说是领口的话 那是什么样的通勤族群 什么样的就是下一手买方 因为是投资嘛 那你就要思考是那个面向 所以我的认知 大环境 我们叫做整体环境当中 决策的因素是一致的 就包含你的就是国家政策 还有区域政策 然后还有交通跟商圈 那但是呢 你在选房型的时候 会因为你是自用或是投资 而有点不一样的决策 这个这是我自己的心得啦 自己的心得 那当然我们现在跟 那会你结婚了 你住哪里 目前是住靠近公馆那边 就大安站 科技大佬站这边 对不对 那当然是因为 哇那很蛋黄好不好 很蛋黄耶 现在我们做房地产比较久 所以说他买的时间比较早 我也是先生买的房子 对不对 那是因为真的是因为 我们是做房地产 然后就买的时间比较早的关系 对所以是靠近 就是我们现在是住 靠近大安站 科技大佬站这附近 那你还有继续在买吗 对我们 对我们就是持续在买 讲得好实际 有持续在买 你跟买包子一样 对其他的不是很会买房地产 就是只会买房地产 对那房地产我们持续在 就是是投资的部分的话 就是比较是 因为国内的话 其实我们还有 我们还有买台南的土地了 对还有买台南土地 对对对这是去年去年前年 对去年前年 然后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还有买就是 那这边其实在海外投资的话 其实我们有做一些架构 就是是用股东的架构 股份的架构 然后会有合伙人 然后包含我们有买日本的房子 那包含在大阪 然后还有买就是在越南 那越南自己那时候早期 也是16年喔 就是现在回溯起来的话 应该是五年前了 有五六年前 对那时候买是越南的住宅 就是一般我们叫condo 就是一般山洞公寓大厦这样 然后后来也卖掉了 就是已经获利了结 你说股东是怎样 是好朋友吗 还是那时候你还没成立公司啊 五年前 对那个是 如果是房地产投资的话 我们其实是会用股权的架构 让它更organize 就不是只是说 我跟你讲好 那我们两个怎么分 就是我们会把这些 所有的regulation 义务 全力义务 彼此股东合股 合资的话 对不然我们两个合伙 你要卖我不卖 或是三个合伙 五个人合伙 更麻烦 没错 这个规则 尤其是在海外投资的时候 这些规则都是 大家一开始就会 要很高度的共识 对不然的话 好朋友都会反目成仇 对对对 因为我们以前处理很多投资 所以很了解这个part 那这个part 其实在海外投资的时候 尤其在结税的部分 也是很重要的 就这个在讲海外投资 所以我们会用一些 股权的架构 然后会说一些 搭配税制上的一些结税 那所以在我们越南 除了买住宅以外 后来我们有获利了结 因为16到18 它其实就涨一波了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2018年其实是那时候 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 所以大量的就是 所谓的很多的大型工厂 移到东南亚 然后很多都去越南 所以那时候 其实促成了一波 整个越南的房市又在高涨 因为工业地的需求大 然后海外投资人 就是全部都是东南亚移动 从中国移过去 所以我后来又在投资 越南这边的店面 所以现在目前有投资 就是胡志明市的店面 大概三间店面 你怎么买房子这么简单呢 只会买房子 你有去看过吗 还是看也都不用看 有去看过 但如果是说日本的房子 我说坦白 我们在投资日本房子的时候 是没去看 投资的时候是没去看过的 你大阪那个房子也没去看啊 没去看就先买的 没去in person 就是没有去现场看 那到后来你会有机会 那是后来 但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每个国情 因为我们做跨国不断 很了解 像日本的话 其实是非常成熟的国家 制度规则是非常稳健的 所以你其实很多的资讯 在你在交易前的话 是相对的 transparent 就透明的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是足够你做 很多很多的决策 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民主一些法治嘛 如果你能够把它的条文 看得很清楚 大概问题不大多 不过在不管是越南柬埔寨的话 你可能要多花一点 没错没错 那心力 尤其是在如果是发展中 或新兴国家的话 就会比较建议说 你可能要选的开发商 是比较就是真的有reputation的 因为这关系的你投后 还有交屋这些事情 然后你交完屋之后 房产的这些品质 那这个话 其实像我们在越南这边 就是我们买的建案 基本上是新加坡的开发商 也是上市公司 所以原理上 它确实就是上市公司 它们能够deliver的东西 它们有一定的 就是会有差异的 你能够理解 你一开始可能看不出来 你不一定是从房价 每平或是每平米这件事情 但是你会知道说 整个品质跟后来 你能不能放心跟安心 这件事情 是反倒还蛮重要 对因为你已经走上国际平台了 所以台湾购买人 投安投整只是一部分 其实还有一些 邻近国家的人 不过我想要问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大概在海外房地产的投报率多少 因为之前台湾的房子 因为房价很高了 对房价那么高 你说投报率其实真的不高 一%多两%多算了不起了 可是如果说买这些国际资产 我们以东协这些国家来讲的话 投报率高吗 英国的投报率高吗 OK好我讲一下 我会这样分了 我们会分成熟国家 或新兴国家 好那只有一个原则 原则上大致上这个原则 就是大致上你的租房投报率 你可以参考一下 他们银行各国银行 他的放款就是存款利息 当做水平 所以这个时候会 他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但是你必须要跟当地的 那个存款利息做比较 那我举例来讲 东协我以越南为例好了 那越南他们投报率 大概在5% 6% 或是你用4到7%都存在 但是时间过了之后 有些已经涨上来 你可能现在就4 5% 那当时我买的时候 可能7 8% 类似像这样 对那这个是一个议题 那反过来我们来看 就是日本跟英国好了 那日本跟英国这个投报率 就不是这样了 因为日本其实可能 像早一点投资的话 假如说你13 像日本投资早一点投资 是在13 14年的时候 就开始陆陆续续进入日本市场 那当时如果用东京的 所谓蛋黄区 那这可能会有 你可能都有3 4%以上 3 4%以上 可能5 6% 薪速可能会再高一点 但时间它日本房地产 也有些涨幅了 或什么的 所以你现在去看的话 可能没那么多 是正常的 对因为它部分地区 房价是已经有起涨 如果用13年来到现在的话 已经10年以上 大概10年的时间的话 是有一些差异 但核心就是 你要承受的国家 它的利率不会那么 投报率没那么高 更不用说英国了 英国它确实它 如果你要用投报率来算的话 通常不是英国买方的考量 通常不是英国买方 就是我说以伦敦好了 但它如果其他城市 是有可能 曼特斯特可能有4 5% 伦敦大概1 2%而已 对类像这样 那反观台湾是这样 台湾确实 刚刚韵芬姐讲了 就是说 其实台湾这个市场是 说坦白的 为什么像租房人口这么多 确实因为 房价太高 对房价 那这个有国际的因素 就是量化宽松 那当然还有一些 我们政策上的一些因素 都会影响到这个房价 的一些状况 最主要核心是利率 那这样的状况下 其实反而 除了买卖市场 租赁市场反而 更高速在成长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 年轻人他可能买 他年轻人现在出了社会 他能够买房子的 要努力的年份 远比他父母出社会的时候 要多两三倍 父母可能出社会的时候 例如说 父母可能四年级生 例如说四年级生 他出社会 大概努力五年十年 那但是以内嘛 那但是现在年轻人 至少要努力 二十年到三十年 没错 你这观察是真的 这造成什么 造成租赁市场 他们其实是蓬勃发展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做 租房管理 还有包租代管 因为这人口太多了 至少占台湾八分之一的人口 对听你这样讲 有点淡淡的哀伤 就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不过你真的是 房东的一个神器 而且我觉得在 创业市场当中 走到国际的舞台 真的值得祝福 然后真的值得要称赞称赞你 好希望你能够顺产 然后事业能够顺利 宝宝都会带财的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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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